这是本地人的食物昆虫大餐 制作过程我们直接省略 这个树叶里包裹着的 正是让人做偶的天牛幼虫 拿树藤捆绑加固 然后放在火架上熏烤 15分钟以后美食出炉 这就是本地人的大餐 天牛虫卷饼 这个就是现代人的吃法 我们来尝一尝 这股香味特别的浓 这个是那个虫子的头 这是杰克的母亲 她要为我做一次中餐 但这个植物是什么 我在中餐里似乎没见过 把它洗净 然后切条 放进盆里 大娘不知道在哪学的中餐 她不停地往锅里放盐 我当时想极力阻止她 但想一想还是算了 这道菜该叫什么名字 我无法定义 但大娘的好意 我不能拒绝 吃完这顿饭 我将离开巴布亚辛迪内亚 本次探险之旅也完美收官 我将永远想念 与我并肩前行的队友 杰克 阿利 Bob 海尔兄弟 出师雅比 当然 还有贾爱国 贾爱国对我有千万个不舍 并且反复叮嘱我 一定还要再回来 但老头已经81岁 这种忘年之交 我必将此生不忘 拜拜 拜拜 再见了 贾爱国 拜拜 拜拜 离开了巴布亚 我也将开启新的探险之旅 下一站 我将前往澳大利亚东南部 穿越巴斯海峡 抵达哨兵群岛 也是全球第一个 科考哨兵岛的探险家 下个系列 探秘识人岛 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